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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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在我們出街越來越少帶現金 因為流動支付服務非常方便 今集的嘉賓我們邀請了 Hong Kong ITBA的TEDICOT 和Hong Kong Tea Financial Services 的Monita 他們會跟我們談談 究竟現在流動支付服務 在香港數碼轉型的 生業業營方面有甚麼發展 首先我們很感謝 今天我們邀請到HKT Financial Services 業務主管 Monita Learn 來幫我們介紹在 流動支付未來發展的方向 所以今天我們可以 希望用這個寶貴的時間 找到另一個人和我們分享一下 我其實早前 都在一些JP Morgan的報告 看到未來一些 關於流動支付或者 一些POS系統的發展方向 他們都說到 其實現在一般市民 對一些流動支付的要求都很高 他們需要隨時在哪裏買東西都可以 喜歡怎樣買都可以 以及在哪裏買都可以 為公司怎樣去看 流動支付未來發展的方向 好像流動支付這個題目 好像近幾年才發生 但其實我又想說 香港其實在電子支付方面 一早都發展得很順速 其實在香港 在國際市場裏面 信用卡的滲透率是極之高 那個信貸評級的機制 亦都非常穩健 較早前也都有人覺得 其實香港亦都有很大的一群 其實我們叫是銀行 都未有能夠提供到服務的一群 可能大部份仍然在用現金 這部份我相信都是當局想 我們身為儲值支付工具的 licensee去推廣的一些東西 所以我們就推出了 我們現在這個叫預付卡 預付卡是不需要經過銀行規合 變了其實在用流動支付的普及方面 就有一個很大的作用 因為其實一般的人 甚至是小朋友 老人家 或者是一些收入沒有那麼穩定的人 其實都可以享用到 一個電子支付的方便 好 剛剛都說到 其實你們的流動支付的一些方案 其實有在香港最主要 給一些不同的股客使用 其實都要提及到 其實可以發展到的國外 現在其實我們也在說大灣區 其實大灣區是一個未來發展的方向 其實你們的一些支付 流動支付的方案 怎樣可以幫到這些不同的消費者 或者是在國內也用到你們的方案 我們首先目的都是服務香港市民 所以我們都知道 香港人現在回大灣區去工作 甚至是旅遊 甚至我又聽到一些年輕人 可能回去半天吃到下午 然後晚上回家 這個其實都是一件好事 我們配合他們 都想提供一個支付的方便 我們就是跟銀聯獲制有個合作 變成我們的銀包 其實都可以在內地 利用了銀聯那個平台去做一些支付 其實還有很多方便 因為我知道銀聯現在在大灣區裡面 坐火車、坐地鐵、巴士、的士 其實都已經接受了銀卡 變成在旅遊方面 也不需要回內地 可能要去銀行開一個戶口 這樣就散減了所謂開戶的麻煩 剛剛都提合過一些不同的方案 其實現在比如說 一個數碼轉型的時代 其實很多中小企都面對一些不同的挑戰 所以想問貴公司 怎樣可以利用你們的流動支付方案 去幫助這些中小企去面對不同的挑戰 客戶其實就是很幸福 因為它有很多種支付方式去選擇 但是可惜的是 所有商戶其實為了方便的人客 其實可能你會看到它的櫃桌 就要放了五、六部不同的終端機 就去提供這個方便 因為人客選擇什麼方法 他都要接受 尤其是服務性行業 他更加需要數碼轉型的配合 因為其實服務性行業 最重要是他的服務 很多時候要人客預約時間 又要照顧其他人客 其實這些安排 都是需要一些平台去幫他配合 最重要是什麼 其實我們就有一個叫做 dashboard的平台 其實平時賣數很慘 那些商戶是要不同的支付方式 有不同的報告 其實他要將報告 貼在一起 變成一個的 才可以做到他們自己 每天賣數的工作 但是如果用了這個 智能終端機 其實就可以每一天 即時看到每天的交易 無論他用什麼付款方法 都一目了然 所以這個也真的減低了很多 SME在行政上的工作 所以我們也提供一些服務 就是方便我們的商戶 去設計他們的Apps 令到他的客人 可以經過他們的Apps 就可以預約時間 甚至是安排到裡面的Payment 令到他們的商戶 可以集中在他們的服務質素上 多謝你來到我們今天 去幫我們做這個訪問 多謝你 多謝你Teddy 多謝你